N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對上一手必亞的一個對決 再來看一下Slan對上ACCM 兩邊都是頂尖高手 這邊的話我們就不多介紹選手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看文明吧 文明的話是一手必亞 一手必亞的話攻兵速度加成好像18%吧 所以封劍打小攻非常的猛 傳暴時代進攻時代強奴奴兵 最後那個18%的攻速度 在一個對射的情況下威瑟力是很足夠的 還有他的彎道勇士 算是被我稱為玻璃大砲的一個步兵喔 他的攻擊力超級高 但是防御非常薄弱 血量也超級少 但是優點就是跑得快 反正就是把他想成一個老鷹 沒有防御的老鷹 跑得很快的老鷹沒有防御 然後攻擊力爆高的一個單位 這樣想就可以了 再來看一下Slan這邊是斯拉夫 斯拉夫的特點是步兵跟騎兵文明 還有工程器 那工程器的話是減免的部分比較優一點 那步兵的話他的王者四重 應該是王者吧 步兵攻擊時會有劍射效果 他不是劍塔效果 是砍人的時候會有破散效果 要有攻擊超那個感覺 但是還蠻貴的 所以通常也不太會出 通常後期會打一個 戳戳加貴族鐵器 然後封城器的一個搭配 好 那來順帶一提 斯拉夫的種田能力是很好 有10%的加成 還算不錯 那濃度來說應該補不上波蘭 但我覺得算是一個喜歡食物很多的文明 斯拉夫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原工程器也是蠻優的 偏優好用 好 那我們來稍微講解一下這場的SLAIN的地形 斯拉夫這邊地形來說 算是好圍 但是前期不太可能到這裡 所以應該要圍的話也是從這裡開始圍 好圍一下 好圍一下 好這裡圍一下 再簡單一點就是這邊直接圍條件 正面圍起來 然後這裡重點防守 好圍一下 好這裡 好圍一下圍一下 就圍一個圓的喔 他這邊要整個圍死的話 太困難了 要以你們要想的是比較高端的對手 兩邊都會很可能封箭 黑暗開那種狀況 圍大就是風險 風險越高越容易出事 前期盡量不要我這個風險 跟頭是一樣 能把風險降到最去降到最低 不要去做這種威脅的常識 欸這邊撞TC 欸 欸沒有收村 只收一村 什麼意思 直接 讓ACCM逃過一減 然後還打個謝謝 然後SLAIN來說 謝囉 沒問題 哇SLAIN這邊 這怎麼說呢 呃 可能給 聲勢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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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呵呵呵 禮尚往來 不可以射掉他的刺猴 反而讓他刺猴逃過一擊 好ACCM很清楚 對手在讓 好沒關係 再來看一下ACCM圖 哇ACCM圖還不錯欸 哇這邊很好圍 輕鬆圍 這邊也是不錯的 雖然右邊是開闊地形 但這邊 右邊來說 要圍就真的蠻困難的啦 可能就是一樣 就是做防守 然後小圍小圍 或是圍到底 那如果他是要圍這個地方的話 那這邊就要圍到底了 那個化費的木材資源會非常大 見到時間也是非常久 所以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小圍 這裡圍起來圍起來 圍起來圍起來 然後這裡再圍 好然後這邊 我不太確定欸 他後面會怎麼圍 看起來是不太好圍的張圖 那就來看ACCM怎麼圍吧 好看一下 E索迪亞 兩邊 都是19P 然後點織布 19春點織布 然後 Selan Snappu 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ACCM這邊 E索迪亞 這邊點兩隻棒棒 看是要打一個 雙棒棒加刺頭的一個前期壓制 那果然高手都是這樣子 通常都會 TN時代就開始做事了 不會讓你前面過得這麼舒服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前面圍太大 可能就被這種 護兵加棒棒 然後抓到一波 然後你的圍牆就圍不起來 然後各種的漏洞 我們就失事了 所以我這邊是這樣子 我還是圍TC 附近 然後用TC防守 但這邊的話就有點尷尬了 如果這邊也是要這樣子圍的話 這個 精英會被弄到懷疑人生 那看就是要不要把這裡圍起來 然後再這樣子圍 圍一個直線的 再把這裡整個圍起來 跟TC做連反 然後這一塊區域簡單圍死 這一塊許多差的了 而且這邊已經在黑暗時代看到了 ACCM的一個步兵 棒棒在這邊敲防守 所以他後面這邊可以圍著 毫無忌憚 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這邊 斯拉夫選擇了比較一個 被動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ACCM也太狂了吧 直接把防守敲了一個 哇 那直接現狀和矚目 還有那個電造時間 還可以喔 這個領先我覺得是小鑽 小鑽 那房子這邊卡包趕快圍一下 有機會就趕快圍 然後趁他的工兵 布兵還在右邊這裡 這邊直接補了一個房子 現在還開始出工兵了 但目前所有的採集地 都牧牆保護著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 唉唷 這比這艾多安雷子棒棒 要來尻這個 刺吼 有想法 這邊卡黑暗時代是不能點槍兵的 這個抖力是沒法按的 他要伸到紅軍時代才可以抖 那為了要守一下這個刺吼 然後多安一隻棒棒 而且重點是棒棒也打得太贏喔 這邊棒棒是四攻而已 刺頭是五攻 那這邊果然刺頭過來營救一下 那左邊這裡要圍嗎 還是不圍 這邊果然是這樣圍 那跟剛開場講的一樣 確實要這樣子圍 不然真的是會圍到懷疑人生 我剛還在想他有沒有可能這樣子圍 直接圍到死 這裡也太浮誇了一點 不可能不可能 我從來沒有看過高手這樣圍過 只有 一千多份的玩家會這樣圍 不是我要偷臭喔 是真的高手不會這樣子圍 因為那個風險真的太高了太高了 會這樣子圍的話他就不是高手了 好這邊四隻戰矛出來 再來走這個棒棒 這裡沒有挖金的關係 小弓出不起 那這樣就沒辦法打出 以索比亞的優勢了 以索比亞的小弓 有18%的攻速加成 這個戰矛4沒有 這邊戰矛被這個 靠到還是很痛 把這個戳戳 趕快去戳這個 戳到一下 有很痛直接半血 好 繼續追追追追追 好的 這邊是SEREN 好偷啊 哇他偷爛欸 鐵是傻爆不下兵工場 沒有這要跟你打強軍事的意思 我就是要開龍 這邊還在打還在打 看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沒問題沒問題 好那棒棒的前期公司應該就告一段落了 哇卡ACCN這個圍法是怎樣 直接圍爛 哇這邊投資產本也是很高 這裡全部圍完 這邊是不是有點小書啊 這邊可能是沒有看到這個書的頭在這裡 他可以直接圍到這個書就好 好那這邊看到 SEREN SEREN 看到ACCN這邊出了小攻 要來做反擊 唉唷 這邊 跟我想的好像差不多 反正我是說這邊吧 這邊 往外圍了一點 兩邊都是超級難圍的圖 那因為兩邊都很難圍的關係 所以進攻方面打得比較緩一點 沒打得那麼急躁 想用肉麻直接騷擾 但我覺得這種土 反正不需要用肉麻去騷擾 那邊人家難圍嘛對不對 出肉麻還很舒服 但因為兩邊都極爛的關係 所以 兩邊 都選擇保守的一個做法 先別打兇 先把家裡圍好 好那這邊ACCN過來也看了一下 唉唷對手開始在圍家了 而且農田其實灑了蠻多片田的囉 這已經有11片了 沒有沒有到11片了 大概經濟10 10片左右 對 10片而已 好那家裡 ACCN也圍得差不多了 看起來蠻舒適喔 兩邊都小刀小鬧 好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OK 看起來兩邊都準備打出什麼東西 你們逃出去嗎 唉唷差一點出去 但是孫林蓋了一個房子 兩邊很意外 高手之劍對決 居然在打人 我每次看到高手他們打的就是 充電時代就開始拿到重破血了 不然就是樹上層 兩邊一上層就開始決鬥 那這邊兩邊一上層 我們要打個變身timing 閃電這邊站 我也在看有沒有工兵會來這邊 做打個突破口變身喔 但完全兩邊都沒想到對手的一個動靜 有點有趣 好來看一下這邊 ACCN工兵走了過來 來看一下 欸唷 看到了看到了 連一隻都有在控欸 試我就不控 這就是 菜雞跟高手的差距 一隻兵也要珍惜 這邊要不要敵掉房子出去跟他決鬥呢 但是對面出騎士了 絕對不能出喔 敵掉的話直接BBQ 唉唷但是 ACCN也有想到 對手可能會出來 所以我先按下兩隻騎士 那城堡時代最強喔 打法就是前面先封建出小宮或戰矛 好移上去點出戰矛 升級跟騎士喔 好這是最強的打法 但是這邊ACCN是伊索碧亞 哇你看這個工兵射多快 但是這邊很不巧的 有一個TC在這 那會有點麻煩 ACCN的戰矛去了哪呢 ACCN的戰矛 唉唷 之類的還在做登塔 看到後面有四隻騎士 我原來他的戰矛在TC這裡 戰矛過來想要投一下 炸掉一隻戰矛 結束了前期的碰撞了嗎 沒有 這邊決定要前置BK 確實喔這個 D型BK蠻我投的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投到 1..投車 3..4..5..6..7.. 唉唷沒有辦法 要到這裡才可以投得到 唉唷沒有辦法從這裡投到這裡來 那個TC的位置 稍微後退一兩圈 導致那個投車 應該投到這裡來開始投到 這裡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有點太極限了 好 這邊ACCN打一個超級強軍士 連2級馬卡都點下了 這個騎士的防禦 直接到2防之後 就可以直接無雙囉 那這邊 SRAM 有沒有想要點一下 奇兵呢 身為高手的話 這邊 長槍兵應該開始升級了 如果看到7隻奇兵 就不會猶豫了 但是 這個槍兵也不好去防守 這邊 一手必然還有小攻 所以槍兵通常會直接 大概TC一下 等他衝進來馬爆 找一去點 他這邊直接出 老頭也是可以 老頭其實比槍兵更好 當然還是要預防他 衝進來一個狀況 如果他衝進來 家裡沒有槍兵 基本上也殺BQ 直接下一局 情況也是滿高的 然後這邊 這邊3隻老頭開始遭翔 想要來直接 打包這個防止 但沒有辦法 但是 老頭一退之後 又回頭去打 可能會在進去做導翔動作嗎 做導翔動作 是不是蠻消耗大量的操作的 好有個破洞了 沒有槍兵 那要怎麼守呢 老頭 在敵人進來的時候 作用就非常少了 而且要趕快躲到TC附近了 不然老頭沒地方可以躲 好開始歐 歐 歐 歐一下歐一下 歐到嗎 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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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說要蹲 蹲蹲進來 哇果然進來 直接BBQ 完全擋不住 勢不可擋 怎麼辦 直接躲 趕快讓人家TC底下 怎麼意思 哇不給尊重欸 因為由於這邊 Slan是3TC喔 非常非常破的開局 喔這邊已經頂下了 救贖思想嗎 哇可以招呼神器囉 OK 直接自逼頭車 Slan這邊 打出了一個 生旅科技開局的一個想法 真的是有想法 好生旅來招翔一下能招到嗎 但是AC的礦兵非常好 一隻騎士都不想那麼被 控制到 這個招翔都失敗掉了 所以這邊炸毛也是一直在狂點 奴兵 然後這邊還被招到了 那要趕快去追這個生旅嗎 這門會優先打嗎 在這邊騎士倒了兩隻之後 後面這個炸毛 直接 打空兵 和騎兵一起聯合 把這個兵全解掉 哇一時之間 這一波有點虧阿 小虧小虧 說小虧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兵目前已經幾乎歸零的狀況 然後對於防生旅還活著兩隻 然後哈蓋再繼續修操作 但是這邊由於進來也是讓這邊田 有一段時間沒有辦法中 這兩邊經濟是沒有差太多的 因為 ACCM這邊 雖然TC下得多 但這邊確實有做到收剩的效果 所以兩邊經濟我想應該是不會差距太多 好 那3TC也開好了 那這目前是3TC打3TC 那沒有意外的話 這邊勝率可以減一擊 但ACCM沒意外的話 也是在減一擊了吧 老手們之間對決沒有一擊也是蠻奇怪的 確實減了一個一擊 但是這邊減一擊的時間 Timing點有點太慢了 能不能 做到一點事情呢 而且這邊是騎士殘血 唉唷 這麼小 還補了一個衝車 這個衝車是想要頂哪呢 先點頂均勻 好可以喔 那ACCM是一個超級複合體 一隻馬弓 一隻駱駝 兩隻騎士 喔中間壓了一個寶 是想要來守這塊主巾跟這塊石頭 然後為了要插高底 所以離主巾有點遠 我才馬超嘎地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賺的一件事情 唉唷 這邊想要到騎士就被這個來 呈現聖子了 好 一隻老頭 好 沒意外的話 這個城堡起得舒服服服 不會是倒車的 但是這邊的 空車快要捅滿這個軍營了 那不要拿一點兵來熟 唉唷 這邊直接找一個 臥頭跟騎士 喔賺了賺了 這樣就有賺了 雖然被換掉這老頭 但有隻生侶在這邊 很快收到城堡裡面 等CD好 又可以再繼續著想 這就是為什麼 城堡時代生侶是這麼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一部 天空熊的影片喔 天空熊打敗一盆 然後敗魂沒有出生侶 然後就一直有人在說 阿他很強 沒辦法出生侶 那我覺得阿 不管怎麼樣情況下 生侶 玉大毛 騎士爆的情況下 直接輸就是賺 好 在這邊 衝車 直接要被招走嗎 沒有 滴掉了 OK 好 在這邊 貴族鐵騎出來 唉唷 很兇阿 在這邊 ACCN 一手臂阿 打貴族鐵騎應該也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他有駱駝 在駱駝 嗯 沒想法 沒想法 因為貴族鐵騎 很貴 但身體還是有 在這邊 在這邊 招牆一隻騎士嗎 喔唷 又招到了 唉唷 這邊 怪豬腿騎要被招走了嗎 沒有跑速 跑很慢 唉唷 被招到啦 唉唷 這個身體也是下子嚴懲 但是有點血少 能不能投到老頭呢 碰下兵 但這邊 站毛 投得到嗎 這個老頭直接被投死 招了一包 唉唷 兩隻老頭直接躺地 好 兩邊直接個 中間城堡最堡 能不能看到點大事呢 好 家裡目前 貴族鐵騎 還在處 要點一下 銀罐 這邊銀罐是什麼 螺絲堡壘 螺絲堡壘就是 可以 用 蓋城堡有一部分的石頭 可以用木頭去減免 大概好像減免200末 好像200末 好像200末 然後450末 還蠻省的 詳細數據的話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圍籍展一下 如果有知道的觀眾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戰缺的數據 好 來看一下 這邊 弓兵跟 弱頭 我這頭車過來 要外面斗頭寶了嗎 但是這邊有在刀翔 的情況 應該是 喔唷 碰下 我碰下 OK 然後弓掉了一隻 頭車 在這邊 頭車 喔 又頭到一發 我要到這寶 確定 哇 這個寶 蓋不起來 A.C.C.M. 這一波太狠了 頭車直接無形殺爛 蓋城堡生命 直接射爛這些 來到了 第四底下的 兵 再拿一些村民 後來就把這個好蓋起來 那這邊 貴族鐵 其實也不是兇啊 直接硬上了 把這些兵裝救出 我就讓你招 這個好蓋起來 你這些兵都要給我特了 這邊 老頭全速死光 駱駝 這邊還想要硬上嗎 早高起來了 蓋好了 這邊再不走 就要全送光了 哇 這個就是沉血的喔 走一個橫的 對對走橫的就沒事 那 全不能走直線 走直線的話這三次全部 買給 哇 這個 這個 Selene 要來打一個連環堡的意思嗎 我已經剛好也三座城堡了 走到也不錯 城堡聯盤 哇 這邊帝王時代也已經點好了 在這邊 ACCM 由於一直在打兇 所以經濟上有點落後 那這邊 先點下地獄子彈跟手推車 反正在這邊找救你 地獄子彈 頭車 開始頭了 那這邊還要再繼續出 貴毒鐵騎嗎 雖然 E-Sophia的駱駝 可以升級 也是可以打駱駝 但他把駱駝的槍 就有游死了 以他的國民來說 繼續打強奴才是正值 好 直接打長槍兵也是可以的 但長槍兵 我記得好像沒有特別強 他只有免費升級 重增長槍兵 沒有大戳戳 應該會很難打 喔 升級是可以升級成大戳戳 那就要看這邊 ACCM可不 要不要去升一下大戳戳 來打過貴毒鐵騎 哇 這貴毒鐵騎也傷了滿多分的 哇 四村了 哇 這邊 這裡沒在看 哇 頭血頭血了 這邊遠頭出來 也想要做一波反擊 在裡面 長弩很重 嗚喲 這邊越來越困了一大多 哎呀 果然高手就是高手 還是該打長弩的 只不過我頭就要 只不過我頭就要陷入 斯拉夫的陷阱 好 這邊有兩隻兵 想要來做招惱嗎 在這邊一樣 貴毒鐵騎的 棒棒這邊等著 中間這個挑戰位置 長弩應該高這些巡邏 左邊下了各個城堡做防守 那 斯拉夫這邊 完全使用了 斯拉夫的一個優點 城堡造價便宜 要對地圖防守來說 技術相當難到位了 所以這個長弩要怎麼解 就是斯拉夫這邊的問題 看要不要整次加重什麼 不知道 因為斯拉夫有重型投車 一巴下去直接全島 那也要鎖得到 這個墻木有沒有在控也是個問題 好 再來看一下 這邊還有什麼感覺了 兩邊目前都是遠投戶 但這邊由於 投車收太多的服務台 你這個滴地 把高地的島也投掉了 然後看起來是 投車戶投的時間 那由於斯拉夫這邊 目前的兵力 還不能往前上去硬拋這個 巨型投機喔 所以這邊還要等一下 三級遠防好了 再上一個金銳 金銳好 要再上惡魔再上嗎 金銳怪物鐵機 14加1 遠防是3加4 遠防有7喔 老銀是8 這邊有7 要代表強弩射他只有一發3滴 好 那這邊也轉出了戳戳 確實要轉戳戳 不然這個 會重血 直接逃11隻 強弩開射 但強弩高地那個射速 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跑一下跑一下 有那個7 8 射一下還是蠻需要一點時間的 OK 大拖拖開始升級 11必定上 好 這邊直接要BD了嗎 貴毒鐵機BD 壓力很大 哇 這邊強弩回去救的話 就陷入死了類的陷阱 這邊再蓋高地吧 直接在你家門口 體城堡 就check by囉 OK 這邊死了 確實這個BD有引誘到 ACCM過去搶救 等一下不去搶救的話 家裡BBQ的程度會非常嚴重 但是不去搶救的話 又有問題 這邊貴毒鐵機的數量 越來越多 遠會開始往前想要投 但是看到這邊有 大量的戳戳跟火炮 所以拉掉了一些巨軍火石機回家 前座防守 這邊要再下一個寶嗎 但是只要在這邊 沒有足夠的時候 可以再下一個寶 這邊 ACCM 看到 貴毒鐵機往右走了 趕快再撤退 然後貴毒鐵機應該可以再回測一下 好 那這邊 增兵技術現在才點 有些人說 上電我主要一定要先點 但看來 對於高手不是 這麼的正確 增兵技術 可以之後再點 沒有關係 好 那三級工 一角升級好了 挖石技術也OK 怎麼也要開始來挖野石了嗎 這邊在做地圖探查 看哪邊看有資源 這邊也在找野石野金 但是什麼都沒找到 找得到的空虛而已 好中間 大量的戳戳直接被拷爛 但是 卡龍哥這邊 卡龍不然會被吃掉喔 這邊灌足鐵器的數量非常大 哇35隻 要來包一下了嗎 包一下包一下 呃 卡龍終於 受不了了 我數量跟你的弓兵 差不多一樣多 你還敢真的給我CC哈哈 好 卡龍這邊 直接被一個小雀擋住 不是那麼小雀 是那個 欸 就是電魯石頭的雀 不是你們所想的那個小雀 嗯 不要想外 好那這邊 櫃子鐵器 左邊 戳戳 繼續在爆 卡龍家裡在補一些金運喔 金運雖然有點少 但是木頭不太多 其實我比亞 ACCN的木頭 只剩下300 那斯拉夫這邊 非常多 這邊交到一個頭 超會被沒有中 有沒有被控 應該沒有問題 看一下ACCN 要怎麼繼續打這場比賽 家裡要直接被一個 TC爆了嗎 TC直接被超爛了 家裡沒有戳戳防守 戳戳全部都往外跑了 沒有在家裡守 直接村民BB2 加一個TC 爆了一個TC之後 衝擊速 差距開始拉開 右邊好一頭櫃子鐵器 把正面挖進 全部超爛 完蛋 ACCN你的 戳戳擺放的位置 好像都怪怪的耶 都沒有擺在家裡 一直往前推 雖然我知道你也想進攻 但是人家一個BD 你家裡的話 就Stay Fight啦 哎呀 又爆了一個TC 太狠了 都不會這麼貼氣 戳戳目前 全線往後掉 因為戳戳你在前線 你只被城堡射死 沒有太大力 還是要把 趕快把自己的 戳戳 靈靈趕快帶回家 那邊 強奴射的速度 真的很快 這不是一手B啊 那這邊還有機會嗎 這一撮步兵 加上 強奴 能解掉 手練的 快毒鐵器嗎 不知道 OK 展出了撞頭 喔果然喔 打一手B啊 撞攻兵 撞頭就是必須的 現在是中型了 中型後車 然後 射程也點了 重型5號也點好了 他要5號加上衝車 我這邊才要關北獸 有機會嗎 來不及吧 下面這個太慢了 所以 但是這邊 退職也是拖到滿路 這邊這邊 槍母一直開勝 哇 射掉了相當大量的貴族鐵騎 那這邊 Selang可能分數 稍微被打回去 但是這邊找出非常大量的攻擊器 那開場我們都講喔 其他負責攻擊器 減免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右邊這裡有城堡被發現 然後直接被Selang一個 抓包 好 那這邊連充斥也在升級 居然不是先升把波羅斯燒到這裡 有點意外 哇 這邊 Selang是不是錢太多了 哇 直接打出了GG 什麼都升一下 哇 Selang這邊 經濟相當的好的樣子喔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選擇 那 ACCM這邊 由於前期打很兇 沒有把食物留給輪走關係 輪走到30分之後才點 反倒是Selang這邊16分 就點了輪走技術 經濟差距這一段時間 就是他的拉鋸期喔 那個拉鋸經濟就會拉得越來越堪 以上帝王那個經濟就很明顯 而且首推測完成時間 還比ACCM的輪走時間還要早 那來看一下 呃 支援的部分應該會蠻誇張的喔 應該是Selang全贏 欸 果然 Selang果然經濟全贏喔 食物還贏了快一萬了 因為 斯拉夫哥這邊農田有加成的關係 所以農田一萬 我覺得不一萬 那但是 木頭也贏 伊索比亞 那就是真的是 輪軸跟手推車上的時機真的太慢了 很明顯這一把是 經濟差距的關係喔 不是軍事文明的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最後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